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三 是不是真的 不许骗我 是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不是我喜欢她 是她喜欢我 她很仰慕我的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 是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但是我理智地拒绝了她 但又怕伤她太深了 所以回了一封信给她 向她道歉 她居然见谁都说是她把我甩了 这 理孩子嘛 虚重一点可以理解 我也 我也不解释了 忍了算了 哼 他好差劲 他怎么能这样对你 我当面骂他一次 你别激动嘛 你看 我们都是搞文学的人 不但要有修养 而且还要有宽容的心境嘛 怎么能和小市民一样啊 你管别人怎么说 这些都无所谓 平淡才是真嘛 你说得真好 你说得真好 我卡 我真服得你啦 老罗你可真行啊 埃及小说没白看嘛 这还用得到看小说嘛 喂 这可是我身上的一根肋骨啊 这么说来那马晓影是被你彻底俘虏了 被老罗打开死了吗 当然了 那种人我算是看头疼了 就像你说的肤浅虚荣 假深沉一点没错 算了 你也用不着生那么大气 你知道吗 他特无耻 现在在学校里 他到处炫耀 他还亲了那个女孩子呢 是吗 他怎么这样子 太过分了 他就是一个大坏蛋 坏死了 不说他了 你参赛的事怎么样了 有消息吗 听马老师说 现在正在出审 还管他的 今天又明白 不过这件事情 对林雨翔来说好像很重要 他怎么了 他 他又被老师抓去过堂了 再见 杉杉杉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这儿有点累了 林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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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帮个忙 哦 行啊 什么事 帮我把罗天神叫出来好了 好 杉杉杉杉 杉杉杉 一个看上去文邹邹的女生之所以发痕 原因在于在学校里 若是一个男生借过文 她的身价就会像一只新上市的基金股票一样狂涨 而被稳的女生则像纳斯达克的科技股一样 倾客之间身价大跌 罗天成那小子本来就好虚荣 自然要为此付出暴涨暴跌的惨痛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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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才子 你干嘛呢 等等我 林雨香 喂 蔡律 你从来不是都跟罗大指纹同行的吗 怎么 分刀两标啊 你不知道 他现在在女生中可臭了 我要不跟他话听解线 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一伙的呢 那 苏珊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他怎么说 不屑一顾呗 妈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隐私权的 好了好了 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又不是别的什么人 对不对 哪有事吗 哎呦 这孩子 没事我就不能进来了 妈妈呀 要和你谈谈心 谈心 你和我 你笑什么 我可告诉你啊 妈妈可是啊 推掉 好不容易推掉今天晚上的麻将 特地来给你谈亲的 好 谈吧 林母这话很深奥 首先是特地的 仿佛搓麻将已成职业 关心儿子 好比赈灾捐款 是额外的奉献或是被逼无奈的奉献 十二 谈心以后 放松的只是压力 而不是儿子的身心 我怎么感到 哎 你说你发现 儿子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 有什么呀 还不是可孩子 哎 哎 你干嘛你 你明发现啊 最近 他连他的自己小裤头 都自己洗了呀 哎 你 可不是吗 真是光阴四尽 儿子都长大了 儿子都长大了 是吗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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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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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沈希尔和罗天成比呢 马老师 他在文学社那边情况怎么样 据我的观察和了解 这个孩子呢 独立思考的能力非常强 他的文学修养 也超过了一般的同名人 从这次全国中学生真文大赛上交来的作文看 我个人认为他写的是最好的 王老师 谢谢您 让我了解了林玉祥另外一面 不谢 不谢 我只是从事招来 一并成上 我只是从事招来 那我只是从事招来 一并成上 你还不想要 一并成上 有一个好处 我应该是最好的 我说 我自己的福 有什么好处 那我能帮你什么吗 不过真的 我得向你讨教讨教了 你是怎么应付那些 舒山啼海的 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 今天带我们家吧 好啊 走啊 最近怎么样 就辣洋杯 还能怎么样 反正没这事 做不完的题 背不完的书 这也没办法 应试教育就是这样嘛 马老师 北京那边有消息吗 你没看过 每天都跑这儿 都快跟他成亲戚了 别着急 好事多磨嘛 对了 你们班主任 前两天找过我 问你的情况 别紧张了 我绕来绕去的 给我嬉皮笑脸的打发了 他都问了你是什么 他说你啊 不好管 他是来向你求援的 细儿 经验方法就这些了 没有什么接近可走 累死人了 累死人了 要是有一个宝葫芦就好了 你这一才女啊 就别小容飞飞了 走吧 去吃饭吧 其他的功课呢 你也得上点心 其实换个思路想 他也是为了你喜欢的文学嘛 我试试吧 我试试吧 我知道 真难为你了 我们从小学就在一起 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一起写作业 我们互相很熟悉 挺好的 可是 上了初中 我发现他身上有大堆毛病 他嫉妒了一下 他为了成为文学社的领导 他就搞动作 像个马老师赶走 那天 我就在场 所以 我们就要学习好 要培养自己独立判断思考的能力 这样受伤害也会少一点 这样一个小窍门 你以后遇到事情 就在心里输入下 养生习惯了 你就不会那么冲动了 嗯 诶 你跟我说说 你对林雨翔的想法呗 说嘛 喜儿 我跟你说心里话 虽然 我对他有好感 但是我现在 什么也不想 我还没有权利去想那些事情 那太不现实了 你 我 我 我们 小的 我 我 你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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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给你看 我 帮我看一看 这副影片 你 嗯 你 你 你 好了 同学们 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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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你们在这个表上已经知道自己的成绩了 谁退步了 谁进步了 这个表上一目了然 在这儿呢 我只想提醒那些退步的同学 和不愿意进步的同学一句话 二年级就要结束了 何去何从 你们心里边应该有个数 同学们 你们在这个统计表上 你知道自己的名次吗 你竟然从上次排名的第四名 一下掉到了二十八名 你怎么了你 我跟你说的话 整个打尔棚疯了 是不是 这一次 要不是你的史迪正是救了你的命 恐怕成绩还得往后排 你都快到差本生的行列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的不努力 成绩急剧退步 已经影响到我们班这次全年级的排名 林雨昕 你是要被拉我的全班后腿负责的 你以为你是在上大学文科呢 我告诉你 别以为有马都保护着你 你就可以蒙混过关 我告诉你 他都是聘来的 什么时候走都还不知道呢 你不要生活在错觉里 自己要放清楚一些 这位老师的长相倒是烧胜一般女子 可心胸却不胜于河边桃米的 颤弱的妇人 这样的人是从来不把学生当朋友的 是从来居高临下的 是从来把学生当作自家私有财产 看待的 林雨昕 你别上课了 你赶紧交给家园过来 赶紧去 林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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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儿 别影响你了 你回去上课吧 我没事的 你别死顶了 在学校任何时候老师都是对的 你跟他好好说 要不然你很被动的 还是回去上课吧 无所谓 不是我不想上课 我是被停课反省的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是他妈的可笑的分数 好 就算我和你回去上课 可 可有什么意义 我想 我还不是一个坏学生 我只是觉得 这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我네人 einmal子 我 Ko 我 你 六 这儿子也真够可以的 数理化三门加起来 还不如他的一门语文成绩 这也太不像话了 不但老师当中对他都有看法 就是学生当中对他也有很多不好的议论 不错 你们儿子文学上是很有天赋 可这是基础教育 即便到了高中 数理化也还是要上的呀 即便是分科 但他也不是偏科 何况现在是初中 是是 老师说得对 我们家长一定管 一定管 是 这个 当然 老师您说得都对 不过 我也想问一下 这个学校 是怎么抓那个素质教育的 素质教育 这老师就是教书育人的 我们把孩子教到学校去 他没把孩子教育好 拿我们家长出信 这不也太霸道了吧 你看我们这么大人 让他从头殉到脚 这叫什么事 算了算了 先别去计较老师的态度了 还是想想我们的儿子该怎么办 这还不是你平时惯他宠子呢 要不然他敢这么放肆 我惯他 要不是你从小让他看了一些嫌疏 他机会那么野吗 真是 有办法了 怎么 你也信这玩 快走吧 车都快来了 我不信贴在这儿的 这也是个办法呀 你看啊 儿子的语文 史蒂 政治都不错 英语呢还算有救 就是数理化不行 如果咱们花钱 给儿子请一个好的课吧 老师 你不看呢 找啊 咱们花钱 请一小共 又不看呢 box 黄纹 李 charts 词 给 Bach 芋 搅 里 了 痾 一 celebr 是你啊 吓我一跳 你干什么呢 没什么 上生活课要用的 看你多好 全面发展 真是老师的好学生 林雨翔可就惨了 他又怎么了 反正 情况就是这样 我已经尽力了 苏三 有句话 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们是朋友 你说吧 你是不是 找你爸爸给说一下 也许 我要是跟我爸爸说了 事情弄不好 会更复杂 谋略会更激化 学校 现在反复在讲提高升学率 林秋 老师也是想找个理由处理它 根本是想甩掉 雨翔 学校一向重视的是理科 而雨翔偏的又是文科 那 那 其实 只要他把功课的分数赶上去 一切就风鸣浪静了 苏三 你真的好成熟 看事情 看得好透 雨翔 如果你愿意的话 和罗天室商量一下 一起在功课上帮帮他 那 你呢 这个时候 我就更不能去找他了 两位害了他的 哎呀老林 我实话告诉你 我所长老师 都全是最好的 最棒的 一万绝大部分的学生 就近十终点 差一点呢 都就去续终点 一把孩子送过来 我保证考试 满满优秀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老高 我儿子的事 就拜托你咯 好好好 林父林母 整天忙着 给林米祥找家教 别看如今 教师不吃香 而家教却十分火热 可见 求兽知识这东西 就像谈恋爱 一拖几时的 就是低贱 而一对一的 便是珍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雨香 你等等 我和罗天成都商量好了 我们成立个学艺小组好吗 小组? 对啊 李雨香 你别误会 我们想帮你 真的 我们大家一起进步 不是很好吗 谢谢你们 可我爸妈 已经跟我请了家教了 我叫梁子军 你呢 啊 梁子军 同学们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化学王老师 他考知什么 他很有经验 他曾经参加试中科的初卷工作 他的经验很丰富 你们呢 好好进步 好 老师 好 大家都到齐了 今天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今天第一堂课 讲的是 亲戚的 还原性 三婶 嗯 你的电话 啊 喂 苏仔 戏啊 怎么 有事吗 像你会报工作呀 不可以吗 坏死了 怎么了 我还在写作业呢 你做完了吗 我跟李雨香说了 可是 他爸爸妈妈 好像给他请了家教了 不过 他好像很感动 哦 谢谢你 光说有什么用 请我吃冰淇淋吧 没问题 马老师 心里有什么话 别老憋着 方便的话呢 可以告诉我一点 也许我能帮你呢 要相信未来 马老师 如果 不在学校的时候 我 我可以叫你马大哥吗 梁子军 梁子军对于学校的老师 向来是嗤之以鼻的 他告诉李雨香 为什么有些老师 对学生凶呢 是因为那些老师 从来都是胆怯的 他们最怕的 就是被学生识破 于是对学生凶 成了他们唯一的法宝 李雨香顿然发现 在梁子军身上 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在补课的日子里 他们竟成了好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化学 这位化学老师 是细的 未盈已居 那声音若不禁风 似乎有被人吹一口气 就断掉的可能 这位视频 真破 我爸花了那么多钱 说了请了个什么 补课专家 烂成这样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爸钱都 人弄不好 我今天还得留一几 变东 你还要 必须说 我前年留了一几 不就考差了点 有什么呀 我爸有的事情 这年都读书为什么 还不就为了钱吗 我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要读书干嘛 我跟你说 只要我出入一页 我立马就可以生证点高中 我可不是跟你瞎说 他说要给他个一二十万 那那老师校长 那还不得恭敬的 就差没在小门口迎接了 这年头啊 什么什么主意啊 什么什么思想 别信那些 只有钱 钱才是真的 只要你有钱 我敢说 那什么东西啊 他都会自动送上门来的 你说就更别说了 你好像很有经验 废话 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可深论 整个小镇上 在这方面 绝对没有任何人能跟我比美 是机理 哎呀 不管那么多了 常常怎么研制一句话 我就是第一 是吗 那你要说说看 我可以摆你为师了 他都特别是什么 我就是这个屁性 就不会看单子 我可以说 这年头的女人啊 只欣赏两种男人 一种是有才的 还有一种是有才的 知道吗 嗯 其实啊 现在妞的眼里啊 没有男人 只有钞票 他说他欣赏你的才华 什么的 全是假的 他只欣赏你那种 能变成钱的才华 说到底还是钱 知道吗 以后在这方面 有什么事不懂的 你就问我 这个感应是 实验是清晰的 其实啊 说难也不难 你只要胆大 心细 多撒撒话 都拍点酷 理论结合实践 衣服要注意多换 一天一个样 三天大变样 然后对妞啊 一定要多一些甜言蜜语 要多一些红 其实女人 最像动物 只要你多红一红 多不会摸 自然而然 她就乖了 生成两种 另外 梁子俊 你可是第一个 跟我说这些事情的人 哎 我跟你说 这最主要的呀 还是写清楚 女孩啊 最喜欢这东西了 尤其是第一封 最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是吗 是吗 哦 跟姐 来 为培养广大青年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爱好 激发广大青年学生 继承红了 传统文化的热情和积极性 奴隶 爸 妈 我回来了 来来来 来 坐下 坐下吧 坐下吧 浙江省下已经 浙江省学生年红会 共同举办了 红阳 我问您 老师的课上得怎么样了 嗯 很好啊 哎呦 他太难 看来老高是找队了 哎 真是大开一级啊 是吗 儿子 妈 请给你做夜宵吃好吗 哎 儿子 你过来过来 爸 我复习功课去了 好好好 那你去吧 去吧 不是因为 也许因为发飞后各方面问题 没有进入预赛的 都感觉这个 还是很想参加 给一个人写第一封情书的感觉 好比小孩子捉田鸡 远远听见 此起彼伏的叫声 走近一看 要么没有了 要么都扑通跳到水里 好不容易 看见有只福在路边 刚要拍下去 那田鸡竟有圣人的仙芝 刹那间 逃掉 是否你将要向北远行 那我并放弃向南的决定 你将去哪庄茫茫的城市 我终究抱着跟随的心 时光 这人的飞逝 我们也许没有相聚的日子 我愿珍惜这一份情 直到回忆 化成灰烬 愿和我一起走吗 走过 未了却心中如迹的牵挂 把世上的恩怨都抛下 世事无常中 静静长大 和我一起走 好吗 不要让思绪 在能风里挣扎 跟随我吧 你不会害怕 一起 营造了温馨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